大家好,9点52了 前两天美国有一艘潜艇 跟不明物体发生了碰撞 然后被迫因为受伤返回了关岛的美军基地 现在这消息出来了 消息出来是撞上了中国的一个渔业设施 这个中国南海养殖渔业有限公司 5万斤的黄花鱼的养殖箱被不明物体碰撞 造成约5万斤黄花鱼 还有其他海洋养殖产品脱逃 给撞一大窟窿跑出去了 从那网箱里边养殖箱 造成了中国南海渔业公司 4亿多元人民币的损失 就是这东西 看见了吗 在海上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海南领水 领水就是海南最南边那个县 领水有个空军基地 当年那个王伟是吧 那个跟美国那个侦察机碰撞 他们那个军事基地 那个空军基地就在领水线 在领水线还有个军港 海军的军港 应该叫榆林港 就是那个榆树林 那个榆林 跟那个陕西榆林是同一个字啊 这个海南领水 深远海 在深处的海 远处的海啊 深远海 渔业养殖平台 是中国海洋装备 制造领域 还军民融合 这难道还有军事用途吗 军民融合 跨界协同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平台为六边形钢制框架结构 框架吧 框架结构 直径110米 高75米 每个平台养殖水体 25万立方米 25万吨的水啊 具备一次养殖金昌鱼 1000万条 产量6000吨的设计能力 平台专为南海恶劣海矿设计 常规海矿下半潜养殖 可抵御12级台风 在恶劣海矿下坐底 往下啊 往下沉坐底 最大可抵御17级的台风啊 然后大家就评论说 卧槽 碰到这玩意儿了 得让老美赔钱呀 说妈的 叫美国佬赔钱啊 说潜艇就是撞了这个吗 说美国佬眼瞎了吗 赔我黄花鱼啊 黄花鱼要涨价了啊 美国佬扰乱市场秩序 破坏我国黄花鱼的供应 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都是套话啊 都是套话 这都是一套话术 说对于这种粗暴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我们要坚决抵制 说是想偷鱼吧 怪不得不公布 自己都觉得丢人 难怪海图没用 美帝该说了啊 说明明这海图没有珊瑚礁啊 怎么碰到了 说这这得赔钱蠢到家了 说这么大的海 有什么好丢人的啊 说这个养鱼箱太大了吧 说这是张昭忠少将的海带缠潜艇的升级版啊 当年张昭忠说过啊 说这个美军的核潜艇啊 进入中国近海之后 全是养殖海带的 把他螺旋桨都给缠住了 螺旋桨啊 说他出不来啊 还说什么雾霾啊 防导带啊 海带防潜艇啊 这好像就是那个受的伤 这有一个图 是吧 这撞了一下啊 撞的不太严重啊 反正自己回回关岛了啊 应该是在海面上航行 就是这样的话 他那航速比较慢 大概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回回关岛了 这个叫鱼箱破海狼啊 鱼箱破潜艇 海带缠潜艇啊 鱼箱撞潜艇 还有那个 雾霾防导弹啊 中国都是啊 土土招啊 板砖破武术 我们小时候啊 说板砖破武术 你会练武术 我给你一板砖 就给你给破了 板砖破武术啊 这是一个军民融合项目 这是我们的军用 军用黄花鱼啊 大家在这调侃这件事啊 民用的时候就是养殖黄花鱼 军用的时候就是撞美国核潜艇 军民融合 开玩笑啊 放松 今天是10月12号了啊 今天是西班牙的生日啊 今天是你的生日 是吧 西班牙王国啊 西班牙王国啊 今天是生日啊 这个主要来自于这个哥伦布啊 哥伦布发现美洲啊 从西班牙起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